也是外媒关注台湾的观点跟视角 我国的防疫保单之乱 竟然也登上了外国媒体的版面 专闻分析 这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 台湾之前的疫情一直相当的稳定 没有想到今年遇到了大爆发 保险公司因为误判疫情的风险 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引用了专家评论 直言防疫保单比起其他的保险商品 更像是一场赌博 对此台湾的保险专家也表示赞同 认为其他国家的保险业早就有前车之鉴 台湾业者没有做好风险控管 眼前文件对有买防疫保单的确诊者来说 一定不陌生 先前疫情爆发掀起防疫保单之乱 保险业者承诺6月底前完成核保 随着期限即将到来 确诊者拿到该有的理赔了吗 理赔金额大概是4万 我大概是4月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大爆发 刚好是在5月中的时候确诊 然后就觉得哦 中了很爽 我自己的保单是还没下来的 但是还在作业中 但防疫显示乱 不只是国内的重大新闻 最近还登上国际版面 美国华人街日报 以斗大标题写着 台湾保险业 为误判疫情风险付出代价 指出台湾确诊数远低于其他国家时 保险业推出防疫保单 原以为可以大赚一笔 但没料到面对Omicron病毒 防疫政策会从清零转向共存 国际理赔金超过16亿美元 还引述国外教授说 防疫保单更像是一场赌博 而非一种保险产品 在针对这个Omicron来的时候 它本身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台湾的保险公司 它不仅是在赌博 而且是它高层 根本在对这种风险控管的 这种意识都完全没有察觉到 外媒调侃向赌博 就连国内专家也认同 而其他国家 其实也有防疫险同样赔钱 日本除了限缩投保职业 也将保单紧急下架 调整费率后才重新上架 泰国的防疫之乱 则有业者因此倒闭 前车之鉴 台湾业者来不及参考 如今只能承受这波重击 接下来许直轩六位臣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扶持转请不吝点赞 订阅 总装 参考 总装